前方有车祸 准备要变换车道往前 现场所有人看傻眼 因为眼前正在上演全五行 两名男子相互揪住衣服 本来以为没有要动手 下一秒直接互殴 一路扭打 还打到了对象车道 这也不好上去劝架 只能让他们发泄彼此怒气 远景赶到现场 赶紧把两人分开 但明明货报是要来处理车祸的 怎么变成打架纠纷 现场实在太混乱 只好先一一厘清 五号下午五点多 正是下班时段 路上人车都多 桃园的接受路上 一辆公车跟一旁的小轿车 发生擦撞 结果两辆车就这样 堵住全部的车道 所有人跟着他们一起动弹不得 后方小黄司机 要他们先把车移到旁边去 结果双方口气都不是太好 就这样爆发冲突 大打出手 人家再切不过去了 讲话客气一点 开拼啦 谁没火气 要告就告啦 没关系啦 本来第一时间还以为 计程车也是车祸的当事驾驶之一 才花了点时间搞清楚 但因为这一打 两人都受伤挂彩 更是怒气冲冲的 直接互告伤害 TVBS新闻 廖宗奇线 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